好險我們待會兒錄的是兩位網球 對 兩個姐妹花這樣 而且我覺得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優秀的運動員 所謂優秀運動員就是很積極 我必須告訴大家喔 其實今天這個通告是妹妹跟我發的 他真的很主動很積極耶 其實我也follow網球這麼久啊 所以你知道我最尷尬就是看男單 如果兩個都會叫的話 因為兩個會這樣 嗯 沒有就是男生跟女生對抽的話 她之前應該會比較開心 然後就嗯 是不是這樣 在地球上的各種工作 我覺得最困難的一個工作呢 是太空人 因為他們要這個面對很多 不可預測的事情 然後又要學富5G又跨領域的指導很多事 那第二種我最尊重的職業 我也覺得那是非常難的 就是職業運動員 今天呢請到這對姐妹花 大家會以為她們是電影女主角 因為太漂亮了 歡迎張友人 各位好請 大家好 職業最困難的職業喔 你們僅次於太空人我認為 先隨便告訴大家一下 身為一個職業運動員 她的日常會是什麼 最密集的會是要做到哪些事情 就是我們基本上每一天 如果在比賽的話 你不是在去比賽的路上 就是在準備比賽的路上 對 所以你可能每天都要練體能 每天都要練球 然後除了這訓練之外 你還要懂得如何保養自己的身體 然後還有做一些復健或是加強的狀況 對 而且她講的輕描帶誰 你想這個賽程是非常密集 除了我們大家聽過這個網球的四大公開賽 它就在不同的州嘛 然後你要有時差嘛 那這中間還有很多其他比賽 對 有很多的巡迴賽 對像包括像是 你們從青少年開始打的時候 跟你們一起長大的有誰 跟我們 其實我們打國際青少年的時候 像Djokovic他也是 Djokovic 球王 還有呢 然後還有Bagdatis 他也是之前 Bagdatis 那個白痴 不是啦 他很好 Sharapova他們 其實他們 他也都大我兩歲而已 所以其實青少年是13到18歲嘛 所以這整個range其實蠻廣的 然後也是從青少年就看到他們 對 然後一路打到職業 而且姊姊的紀錄 事實上是跟這個球后Hingis 你們那時候在搭檔的時候 也拿到了女子雙打的冠軍 而且好像持續了33周 是不是那個紀錄 對 我個人的世界第一的 對 對在位的紀錄 掌聲鼓勵一下喔 世界第一這個真的很了不起耶 然後美眉也是台灣第一個 打進溫網混雙決賽的選手 對 這真的都是世界級的選手 因為其實我也follow網球這麼久啊 我就想說 有很多那個場邊花絮 是大家關心的喔 比如說Sharapova 你們也都見過面嘛 有一起 有跟他打過 有跟他打過啊 對不對 他的叫聲是一絕喔 對 因為Sharapova是怎樣 是會模仿一下嗎 在這裡突然這樣很尷尬 他好像是 那我剛 你是這種嗎 他尾音拉比較長 對他會就是叫到 對方都已經要打球了 他才停 然後有些選手就會抗議 就是影響到我 就是他拉的尾音太長 但他氣也蠻長的 會這樣嗎 對方就會手軟這樣嗎 有時候確實會影響 因為我看過真的 像那個Venus Williams 大威仁斯他在打 因為他打每一顆 覺得他也都是喊很大聲 會叫 然後他 有一次我看到比賽 他連放小球 都跟他用力擊球一樣大聲 所以你一聽到那個聲音 你是會先往後 因為你要防守 然後後來發現 一球怎麼這麼短 你就會被他的聲音 就是誤導 算是一個 也是一個策略 對 但這個沒辦法制止啊 對不對 沒辦法制止 因為有些真的是 你已經 變成習慣純自然了 沒發力就會發出聲音 所以平常在打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一叫 確實會帶一個勁上來 會 也是幫助我們調氣 對 所以你知道我最尷尬 就是看男單 如果兩個都會叫的話 因為兩個會這樣 然後我們都聽到兩個男人 我就這樣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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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在小學的時候 參加了所有校隊的 就是體育項目 但是就是 還是最喜歡 打網球 還是因為喜歡 跟著姊姊屁股後面 對 一開始就是 爸媽是現在培姊 因為我比較小 四歲 所以 我是那個 跟爸媽爭取說 我也要打的 然後一開始他們會說 你確定你不想做其他的事情嗎 或是什麼 然後 我就會就是用我的成績 就是同樣的年齡 然後我跟姊姊達到一樣的成績 去證明說 我也是可以打的 其實要栽培一個孩子 成為職業運動員 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俗氣一點 光是講錢這件事情嘛 爸媽媽很認真的問你們說 你們真的想要打網球嗎 那我們幫你們存了三年的錢 三年的錢大概是多少錢 至少要三百萬 因為青少年是沒有獎金的 對 所有的開銷 基本上所有的開銷都要自己負擔 然後 什麼機票這些時速 機票然後時速 如果你有銀球的話 它會給你 每天你有一個coupon可以吃飯 然後你也會有住宿 但是你只要一旦輸了 就沒有了 輸的隔天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 你今天輸了 飯店跟那個餐廳入口都會說 Oh no 你昨天輸了 我有看到喔 不能進來這樣 對他們會說 如果你在結帳 在飯店checkout的時候 他會說你是哪一天輸的 然後你從這一天開始繼續算這樣子 對 OK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 我必須告訴大家 其實今天這個通告是美媚跟我發的 對 真的很主動很積極耶 然後好像不只 我後來看到書 我發現你們主動去聯絡很多人 做很多事 包括像黑人 這個個性是不是就是一個運動員 這個培養出來的一個積極的 我是覺得自己想要的東西 就一定要去證據 如果你就只是坐在原地想的話 那也許你就是一直會沒有機會去實現它 我覺得其實跟我媽媽教育我們的方式 有很大的影響 就是像我小時候我去上課 我去讀書上學的時候 我媽媽都會說如果老師問問題 你必須在前五個之內舉手 然後不管你講的對或不對 你都必須要搶在前五個 去表達你的意見 我覺得媽媽是在用她的方法 誘導你們就是往前 不要怕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這個 這個從小的家庭教育是很重要 我覺得運動員為什麼 我剛剛說僅次於太空人就是 你對於你自己情緒管理要非常非常的 幾乎是瞬間你必須要把很多東西收 然後好 然後定 怎麼樣在自己的宇宙裡 這個是不是很難 有時候你一定會難免被觀眾或裁判影響 其實很多時候內心的那種掙扎 並不是觀眾一定都看得到的 那觀眾很有可能就是來看熱鬧 或者是他的娛樂的一個方式 但是他沒有辦法理解選手的壓力有多大 那選手在這個時候就要很能夠去 去管理自己的情緒 也不能說全部都隱忍下來 或者是你一定要找個出口 但是你一定要用一種比較好 比較溫和的方式 或者對你的形象也是不太好 或者是你會影響到就是你的表現之類的 你們都管理得很好耶 有碰過嗎 比如說我記得你書裡有講到說 全場都希望你輸的事 對我覺得難免 因為有時候你碰到地主 就不是主場 對或者是他是一個非常狂熱的球迷支持你的對手的 那那樣子的情況下就很有可能會有 不利你的場面出現 所以你們會怎樣 就是你知道 打完這球 MISS就好 那回來的時候就這樣 偷偷比中指啊 還是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分一分之間只有25秒 對 我們可能就是繞到後面 然後再走回來 因為網球很麻煩 不能碎唸喔 都不能 都不能 可以啦 可以用台語 這樣反正國際裁判一定不懂 對 但我們當然可以想像 就是職業運動員在體能上的付出 我看到你在受那個體能訓練的時候 你有說 他說突然 我的臉怎麼涼涼的 後來他才發現他自己在哭了 那一次是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 那一天呢是 正常我們是短的 就是網球場的距離的遮翻跑 然後另外一種是直的 把網球場擺直的 然後把後面的那個網子 就是柵欄那個部分也算進去 所以你要直線每一條線你都要跑 所以就是 你也要跑得很快 但是你的持續力又要很長 因為不可能短時間內跑完 然後那一天就是教練要求我 橫的網球場跑完以後 再接著跑直的網球場 就是跑完才叫一組 然後那個時候跑完 就是你知道在跑的過程中 你都聽得到自己的喘息聲 都 然後都喘不過來 然後其實跑完每一組 你的心跳真的都是會破200 而且你沒有在他規定的時間內 排完那一組就不算了 不會 我135就已經覺得 救護車 你知道嗎 我們是休息到135 就要再繼續跑下一組了 對 200 是個什麼概念 你們像有人有運動過200嗎 200應該是精神武蛇紋我 我就 你知道嗎 我就在奧馬 Oh my God 200 200 就是那個200是什麼概念 就是心臟真的衣服會被這樣 咚咚咚咚咚 你真的感覺到他在跳很快 真的嗎 媽媽看比賽會這樣 會起來這樣的嗎 不會 他都超冷靜的 是因為看了很多球員的老婆 都要戴鑽戒戴墨鏡 然後這樣 沒有他會把自己包緊緊的 然後又坐得很直這樣子 然後下一個 我也真的很痛 對 這是不是一種網球的壓抑 我覺得媽媽應該是怕他 如果表現出乎他緊張的表情 我們看了他我們會更緊張 他應該給我們安定的感覺 你們一邊打球還會看媽媽的表情 會看家屬席 有時候會少過家屬席 然後我們其實很討厭 我們在看家屬席的時候 沒有人在看我們 對 我們會翻臉的 就覺得 沒有跟我們在一起啊 就是我們轉過去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 這樣子看著你 那我真的不能坐你們那一席 沒關係 你坐上來你就會有壓力了 Thank you 因為主嬸 Thank you 就是因為我一定幹 每一球 只要你們得不得 Yeah 可以可以我們很喜歡 我們喜歡我們的朋友 是這樣子 握拳的時候看家屬席 最好你們也跟我們一起握拳 所以以後兩位如果說真的這個 就是離開職業網球的話 會最想做什麼 最想做什麼 拍電影 這真的好像你知道 日本女星的那種感覺耶 好美喔 有沒有 你想做什麼嗎兩位 我覺得我想要做 其實跟今天的這個 分享很類似 我覺得應該要多多分享 因為 從年紀這麼小 然後就到世界各地這樣子看 然後透過運動 帶我看到不一樣的文化 經歷不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分享不能只有我自己 這個經驗不能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覺得更應該要分享出來 或許給年輕的運動員 或者是給一些爸媽 我覺得其實體育是一個非常好的 教育 那我覺得我們更應該去發展它 然後甚至於我覺得其實 可以發展運動產業 因為我覺得在這一塊 在台灣目前來說 應該還是有滿大的一個進步的空間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兩方面 可能教育這一方面 跟運動產業這一方面 我覺得都是滿好的一個方向 你拿了成績有時候 可能它未必是被重視的項目 也不見得有什麼 你不要說後面有獎金 根本是不可能 但是又在某些關鍵時刻 又要告訴你 你要愛台灣 所以我覺得 這個裡面有太多的掙扎是 就是外人不知道的 然後也 真的是很辛苦 像我最近也是 就是剛考上博士 博士班 博士班 然後我的那個主題 就是運動心理 跟運動人性 像我就會很想要分享 給現在比較年輕一點的 台灣運動員 我覺得其實他們實力都很好 都很有天分 然後球也打得很好 但是在運動心理這一方面 我覺得都是可以再更加強的 那就也希望把我們的經驗 可以分享給他